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年 适时顺心 身体健康 今天在青年仪史 我们邀请罗伟先生 他是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他是阳光教育集团的创始人 今天我们请他来呢 跟大家聊聊教育 为什么 因为在最近和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华人的教育当中出了不少声音 出现了不少问题 怎么看这些问题 怎么看我们华人的教育 特别是在美国 我们怎么跟美国的一个社会教育来衔接 今天我们邀请罗伟先生来呢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华人 如何在教育中宣定自己的定位 而让自己有更好的未来 首先我们感谢罗先生上我们节目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广大听众和观众朋友 新年好 罗先生 其实说到教育呢 有的时候我们很开心 因为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了 我来了美国也是二十几年了 这是看着留学生的数量在增加 真的感觉那是一种心里的充满了一种感激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稳定 中国国家发展 中国留学生来的越来越多 但是也有很多隐忧 出现的问题特别特别多 众多问题当中 现在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或者说大家比较关注的 那就是第一个 现在在美国大学在读书的我们这些华人的朋友们 他们现在在你我这个年代 大家基本来读书都是读研究所 读研究生的 很少说来读本科的 现在国内到美国来读本科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在美国的top line 这种学校读本科 应该说我没在美国读过本科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想象 那个教育基础会打得好一点 可是大家突然发现 美国的top这些大学 比如前不久一个新闻出来 说MIT这样一个麻省理工学院 世界上top最好的理工学院之一 在2019年学际招生当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高中生 入选率非常非常低 据说是零 据说是零 所以这事件算是破纪录了 你说我想起一个什么故事吗 我原来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一个老美跑过来问我 他说我听说这个妹 我一个朋友叫妹 也在我们公司 他女儿上MIT了 我说熟 我说我是我们中文的朋友 什么哈佛的MIT 史丹佛一大堆 他说how come 他就在美国人心目中 那都是top line的学校 我是中国人非常勤奋 很会读书 考试考得好 然后他们也很下功夫 这说起来十几年过去了 我在今天一看 居然MIT录取华人的零 我们是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该高兴还是 肯定是不能高兴 是不是要优是吧 是 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都能理解您的问题 那这样子好了 就是我听您的意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 分成两个部分来谈 一个部分就是说 中国留学生 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的 一部分学生 完了第二个 你刚才涉及一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美籍华裔土生土长 在美国的ABC 他们教育问题 我觉得咱们如果是能把这个 先花一点时间 谈谈前面这部分 完了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谈谈后面这个问题 没错 因为这后面这个问题 都涉及你我的切身利益 当然了 因为我的理解是 您的下一代 我的下一代 他们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没错 所以他们教育问题 我们可能也更有一些 切身的体会 也应该给我们那些 年轻的父母们 一点建议吧 也许可能会另一期吧 没错 因为您谈的第一 话题太大 太大 谢谢 首先邀请我到这个来 这个确实是 我也关心 也是我专业领域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留学生 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到美国来以后 整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现状是什么 趋势是什么 未来以后 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想我的理解的话 是不是可以从这三个 没错 我们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他发表一些 我们自己的想法吧 首先你谈到这个 其实影子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那份报告嘛 MIT那个 那个首先我要说的是 那份报告的话呢 是采用了一些 所谓的最早期的 初步的一些分析资料 preliminary的一些 它采用的是 不是一个final result 这不是final result 它是采用这个 这个MIT的ED early decision的录取的方法 你我在 我们都知道 有个美国的录取 分两部分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前期行动 第二部分就是正常录取的 它采用的是 前期行动这一块的报告 那MIT的话呢 是拒绝了 所有来自中国高中的 毕业与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申请 是零 没有一个人拿到这个 提前录取的这个offer 那么但是这部分 不等于说后面没有 对不等于 因为它按照它的规则 它自然把它放到正常录取的 那个人才池里面 申请池里面去 我们所谓的application pool里面去 再重新录取一次 但是的话呢 他们被录取的可能性有多高 这也是一个非常 让我担心的问题 一般的来说 ED或者EN没有被录取的 那放在正常录取的话呢 困难度就更高了 希望也非常不大 你像MIT是这样的 Cal State也是这样 今年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比王新年都要恶化 那么MIT Cal State是这个情况 这是两个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而且是我们华人 最有实力展现的地方 最有实力展现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会读书的孩子们 都喜欢往那钻的地方 我们学霸们的一个青睐的学校 当然也是美国学霸 青睐的学校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放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今年的 就是我们说去年的吧 因为现在我们出的数字 我们现在一样了于九年了 按照美国有一个 将近一百年的一个 叫国际教育年报 叫Open Door Policy 叫开放报告 这个报告的话 那是每年分析全世界到美国来留学 留学生的情况 缩选专业的情况 一个综合性的报告 按照这个报告的话呢 在从2009年开始到2018年的过程中 中国留学生超越印度和其他任何有国家留学生 占到美国逐步的 逐步的占到美国国际留学生的三分之一 那么在高峰的时候是2016到2017年度 这个年度的话呢 是占到了全 就是美国从全球获取 这个留学生的三分之一还要强 好家伙 这个数字大概是35万6 上次咱们好像说 35万6 那么全美国是在同期接受了多少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呢 这个108万 那108万除以36点几 那就是强于三分之一了 但是呢 这个这是一个总体数字 还有一个从增长的情况来看 从2009年到2017年度学年的话 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增长数 都保持在一个高位增长 最高的时候是25% 比全年 比前年同期比 25% 那么可是 最近的这个年度 就是2017到 2018 这个学年度 这个增长数是多少呢 几乎是零 1.6% 等于是没有增长 跟我们的总统当选有关系 有点关系 对 这太有关系了 我咱们在谈这个分析原因的时候 我们聊一聊 对 聊一聊 所以你从这个增长情况来看 整体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中国留学生实际上 对于进入美国大学学习这个趋势 实际上是 如果是用一个不太比喻 不太恰当的比喻说 就一脚刹车踩上去了 这属于刹车状态 对 你属于保持现状而已 你并没有增长 那再看到你这个 在以这个MIT和Caltech 这两个的ED的这个 申请情况来看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这种情况 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它实际上是一种 总体趋势的反应 反应就在这个美国 对中国理工科学生 STEM的学生 对 采用了一些这个 我们所说的戒备的 审慎的 你说有政治因素 收放的 这里面政治因素 我算的是第一个 I see 为什么呢 尤其是功课院下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要跟这个中美 这个贸易战的 这大背景环境啊 有关系 我们说中美的贸易争端 我们很多人用它 作为贸易战 你用贸易战也好 贸易争端也好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现象 它反映的是一种现实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 实力对比 中国赶超美国 让美国全体感到 集体性的恐慌的一个反应 我为什么说 你把这个问题提的格很高啊 就是这个 你要是我把我的这个 这个道理 这个论据说完以后 你会发现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并没有 伟言耸听 为什么 我们先从这个贸易之战 很多人认为中美贸易之战 只是贸易的不平衡 实际上不是这个 这个川普自己的话说 他说我们的贸易战 我们在十年前 我们已经输掉了 不谈这问题了 美国已经是输家了 对啊 这话是他讲的 这是他讲的 他这个里面的意思 背后的 这个蕴藏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他的实际上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是面临一个紧逼美国的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 我们将要采取一样的什么样的措施 首先贸易战后面是不是有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没错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他所谓的中国技术飞速发展 他感到不思议 所以他的结论是说 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问题 对 这两个问题都跟高等交易有关系 当然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中国每年回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 你看我们这个不久之前的一个张首胜的这个事件 对吧 张首胜是个非常典型的 这么优秀的一个物理科学家 没错 他是诺贝尔奖 这是中国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个人 最近的一个人 对 现代物理学最近的一个人 他之所以 当然了 这个我们所说看到的现象的很多东西 说是他因为这个投资失误啊 这个 抑郁症啊 抑郁症啊 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的话 他这后面就是非常强烈的政治 我们今天没有话题 是 这个因为呢 有很多的事情呢 也许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于我们世界当中 公布于众 所以我们先暂步做更多的这个解读 但是有一点 刚才您说的一个 还是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吃惊 也就是说 其实 你让我想起什么 您知道吗 我知道让我想起 在2005年 这个日本人跟我说 2005年 2010年 日本人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在日本有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吗 我说现在中日关系不好吗 2010年中日关系不好吗 我中日关系不好 这个氛围就是这样了 他说不是 他说当中国的GDP超越日本的时候 他说我们日本是国民集体的危机感 他用一个国民集体危机感 当时我一听 我是不是叫做危言耸听 后来发现还真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我在想您这个 这句话 恐怕这才是贸易战的本质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是个人的 好 我来说是一个人的 这个人的 我来说是一个人的 我来说我来叫你 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我们的